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今集的自在人生大學堂 我們繼續去談中國歷史 今次談到哪裏 先談談清明上學圖 問問我身邊來自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的葉德平博士 會長你喜不喜歡清明上學圖 極度喜歡 我也很喜歡 我本身是一個很鐵的宋朝的粉絲 鐵粉 為什麼呢 我自己這麼多的朝代裏 我自己最迷戀就是這個朝代 我甚至經常想說 如果讓我回到古代生活 我可能會選這個朝代 但其實很多人都是宋朝fans 因為我都見過有些書 寫著 怎樣可以回去宋朝生活一日 或者一個月 好像覺得 能夠去到宋朝是很開心的 是有很多這些書 內地有個作家叫吳歐 香港是有書局買了他的版本 他是一個宋粉 他也是想寫給他的女人看 所以他寫了很多宋朝的文化書 另外一本書也很有趣 好像是一個作者叫李開舟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因為他的標題叫 吃一場有趣的宋朝犯規 好像見過 都是幾個人 其實宋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去提 原因就是我們這樣說 文化慢慢向高峰的時期 而且他今天很多宋朝的文化 流到下來 對我們今天的影響都很大 我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我們見到日本人吃飯 大家是一盤盤的分開的 你是你的盤 我是我的盤 我們大家不會夾中間 不會有中間一碟送 大家一起夾 自己有很多碟圍著自己 其實這種習慣 你見到日本人坐 最傳統的坐法是櫃在那裡坐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櫃在那裡坐 你當然會回答我沒有椅子 不是啊 我想要尊敬皇上 不是 櫃坐是我們中國人傳統以來 在唐朝的宗業之前 我們都是選擇這種方法 平民在家裡都是這樣坐 分別在於你坐下去 佔著你的腳 即是膝頭哥那件事是什麼 窮人可能就沒有東西佔了 有錢人可能就用一些葡團 即是那些葡草做的一些cushion 接著就被你佔著腳 不用這樣膝頭哥碰地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椅子這種東西 其次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古代的人通常穿長袍 長袍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他只能夠把那件袍夾住在那裡 然後跪在那裡扎著它才不會走光 是的 所以有人這樣說 這種櫃坐的發明 是因為跟我們的生活 即是我們的複式是有關的 以前的人 其實你見史記裡面 經常記載著 譬如范快的人坐的時候 坐得很不雅致 即是坐得很沒禮貌 怎麼坐呢 就是盆室而坐 那為什麼盆室而坐很不雅致 你想到的就是 即是打坐 是好像打坐 是的 那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你穿袍 你將你家穿裙 紮的裙 這樣坐的時候就走光了 是的 坐不了 還有以前古代的人 是沒有內褲的概念 是的 所以是很多問題出現的 所以古代人我們就會跪在那裡坐 跪在那裡坐 我們坐的時候 每人前面就會有一張桌子 桌子 大家不是每人一起坐 有一張桌子的時候 就逼著每人分開一張桌子 分一份份 是的 去到宋朝就不同了 我們開始有些今天看到的桌子 看到一些椅子在那裡 所以於是 而且那些很多的烹調技術 也都很澎湃 飲食業也都發展得很好 還有大家開始會圍起來 出去外出街吃飯 興奮一點 興奮一點 整班人玩熱鬧一點 所以於是你就會看到 今天看到的圍食制 或者叫合食制 就出現了 即是我們今天看到 大家圍起來夾同一碟菜 其實是宋朝以後才有的 還有你說出街吃飯這種習慣 都是宋朝以後才有的 在清明上學圖是可以看到的 清明上學圖 因為在香港也展出過 實體版 也有數碼的版本 所以都很多人看過 或者你現在上網 都會找到一些片段 還有就是我們 如果你報了我們這個 自助人生大學堂的電台課程 我們在今集的教材裏面 都會有清明上學圖 清明上學圖 我們或者講一講 給大家聽 究竟是怎樣打 如果你上網找的時候 清明就是清明 清明就是清明 上學就是上下的上 何就是何 何柳的何 圖就是圖畫圖 但是清明上學圖跟清明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中國去到宋朝的時候 清明的節日是未出現的 所以一定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中國人 其實我也很有趣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今天會說慶祝清明節 或者清明節會做紀念 但是其實以前的人 在清明前幾天的韓食節 才對他們來說是大節日 清明是不說的 所以我見過一些書 他說清明上學圖裏面出現了一隊的隊伍 那段的隊伍就是掃完沒有回來的 我覺得是廢話 因為清明上帽這個習慣 應該大概是明清時期才認成 就是說在畫這幅畫 因為這幅畫是屬於宋朝張澤端畫的一幅畫 北宋時期畫這個變京城變良城的一幅畫 就是說其實歷史上他還是很前之前帽 哪有可能去掃帽呢 所以大家如果上網找的時候 會找清明上學圖 那你問淫君清明節事 清明是什麼意思呢 很清晰的 意思其實就是講明君 就是政治清明的意思 有人是這樣解釋 無論如何怎樣都好 這裡我們從清明上學圖裏面 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很輝煌的 宋代的一個民間的情況 那我也可以提一提大家 大家如果譬如說上網去一些網購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在內地一些網購網站 買到一個清明上學圖的卷軸房本 我自己都有 像真度很高 像真度 他掃下來的時候 數碼掃描的時候 要看一下他的水平 一般來說 如果掃描得好的話 他印出來是不差的 我自己就買了一卷 買了一卷 他裏面有卷軸 真的卷成畫 那為什麼買呢 就是上課的時候 教書會方便些 拿出來給大家看著講 看著講 我通常都會叫學生 因為他的卷 如果你一比一復原 是有五米長的 五米的概念 就是基本上一個課室打橫的 我通常都會叫四五個學生出來 因為中間有人托著 然後就是頭尾剪開去 然後我就會帶著學生 從我的右手邊 一直走到左手邊 因為那幅畫 是好像在走路一樣 從右向左的時候 就慢慢從他成交 進入去城的中心 然後最後就離開座城 你中間會看到很多 就是有橋 有河流 有船 有人 這些可以講解一下 宋朝的文化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買 其實這樣看是比較仔細 因為我自己有買過一些數碼版本 但在電腦上放來放去 感覺不在這裏 差一點 怎樣說 就是你沒有連貫性 如果你是訪得很像真的畫 即是有表畫 即是表出來的畫 有那些邊 看到的時候 那個氣氛應該是不同的 氣氛差很遠的 感覺不同的 而且無論怎樣放大 放大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局部地區會很清楚 但你沒有辦法 是有整幅圖的整體觀 我自己覺得最開心的是 拿著放大鏡 右邊一直掃過去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那幅畫 因為這個清明上學圖 是一個連貫的畫 你知道在博物館看的時候 你是要堆在那裏 一塊一塊這樣看 你亦沒有可能自己 由左去到右這樣連貫看 你講到這個點 我心裏的一個引引刺痛 為什麼 因為當年清明上學圖 來到香港展出的時候 我都有去慕名去看 當時我記得我進去的時候 我未開始鑄足看的時候 後面就已經趕我向前走 一直走快點 你沒有看到的位置 是完全沒有看到 我只是瀏覽過 掃一掃 我只是掃一掃 我不能夠坐在那裏 慢慢靜心欣賞 每一個人的神情 因為它裏面有大量的人物 有大量的建築物在裏 我沒有辦法靜心去看他們的神態 沒有辦法去看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想是 對於我這一代 曾經在香港看過清明上學圖的人 來講是一個刺痛 在裏面的生活 真的很多知多彩 所以大家圍上去都不想走 就是因為你看那些卷東西 可以看很久 但我覺得 大部分市民的感覺就是 我要曾經看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人人都看過 我都看過 其實我覺得很浪費 正如我們具體一點 跟朋友去旅行 有些朋友去旅行 他很在意 一定要去多少個景點 然後在一個景點前面 景象 打卡 他覺得這樣到此一遊 是覺得很快樂 是一個擁有感 但我覺得 其實不是因為我想深入去看 如果我帶我的學生去看一些畫展 西洋畫我不懂得看 只要看中國畫 我的學生會告訴我 我是站在那裡 然後看著一幅畫 好像進了畫的身體 我覺得很舒服 我神和畫結合在一起 就是最舒服的狀態 我為何特別去講清明上學圖 大家可以這樣做 我們自己做老師 我想在座都可能有很多聽眾 都是從事教育業的 如果你教中史的時候 跟學生一起看清明上學圖 是不是開心很多 這也是一個訓練 因為你剛才說 為何有人說你看那麼久 其實我如果跟朋友去行博物館 特別是去旅行 可能有多些朋友 平時也不去行博物館 今次來到才行 我也是看很久 我終於由前延開始看 然後那些人就會 看完了 我們還在看中間 就是因為沒有人訓練過我們 那個耐性和我們進去 為何不要浪費呢 為何有人設計一個展覽給你 還有可以看到這個朝代的東西 為何那麼值得呢 就可以你由這個清明上學圖 幅畫開始訓練大家 其實是的 你都要欣賞一下 拆展人的心思 所以我很欣賞你的說法 就是由前延開始看戲 其實我們拆畫一個展覽 我們心裏面有很多東西 是想給觀眾去看到 我們有很多東西想跟你交流 我們都希望有個適貨的人 如果不是 就變成我純粹因應我個人喜好 我又不知前文後理的 你鬧一鬧 這個畫得不漂亮 看下一張 那就浪費了 浪費了 那個情況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去旅行 如果你去旅行之前 譬如說我今天知道要去杭州 我上網找一些杭州的資料 我看完一些杭州資料之後 我再去杭州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feel 所以我覺得在展覽欣賞之前 我能夠看了一些展覽的資料 然後前延看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展覽就會看得很舒服 我講回今天 譬如說清明上學圖 我們究竟有些什麼可以看呢 我們打開清明上學圖 我們剛才講過了 它整幅畫有五米那麼長 我們看一般來講 我們不要只講清明上學圖 看一般的中國畫 我們需要看幾樣東西 就是它自己那幅畫的核心你要看 因為你要看它的畫工 裡面所帶的信息 同時之間前後的一些提拔 我們講一些收藏者 他收了這幅畫回來之後 他會有些feel 或者可能有些東西想補充 他會寫幾句 他會寫一首詩下去 或者寫一篇散文下去 那這些叫提拔 我們要欣賞這些 提拔還有另一個功能 那些提拔 另外就可以幫我們判斷 那幅畫的真偽 還有它轉過幾個手 那些印是否真偽 那些鉗 即是鉗張 那些印、印鑑也是重要的 印鑑本身自己是一個藝術 你看它的黑工 它的書法 同時之間也可以判斷 究竟那幅畫是真還是假 因為好像清明上河圖這些 其實流傳了很多代 那邊吸到滿了 是的 有時候我們再表一幅畫的時候 其實畫呢 一段時間幾百年左右 你就要重新把它的畫心 再分離 因為其實我們表畫 是把畫是紙畫的 我們要把它噴濕 然後把它表到另外一幅的 另外一張紙上 然後那張紙再表到券上 我們才可以保護到這幅畫 而我們幾百年之後 紙質是會變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剔出來 拿回最核心的畫心 再表過一次 再表下紙 然後再表下去 重新由頭表過 你要修復回去 難怪要專家才做到 一定要專家才做到 你表畫我會表 但問題是表得不漂亮 因為你每天做 但是你叫我修復 我是做不到的 還有你表上去之後 你表完之後 有些人就會因應提拔的位置 會再表大幅一些 還有除了要看畫 我們剛才所說的 要看提拔 看印鑑之外 就看畫的核心 我們說回清明相學圖 就是這幅畫 其實有很多版本留存著 因為歷朝歷代 都有人根據這本 真本的清明相學圖 然後重新仿畫一個無本 即是無意的版本 一個模仿的版本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人說 學習他的技藝 另一個說法就是 有些不法之徒 想模仿這幅畫的價錢 但模仿版本 是否都有提拔 模仿版本 有一些是擺明模仿的 提拔可能跟原裝不同 有些就是高仿本的 有提拔 為什麼 現在你要記住一件事 其實明朝有模仪過 金朝有模仪過 清朝都有 如果沒有記錯 清明相學圖 好像有二十幾三十個版本 但找到古代的模仪版本 都已經是古董 都值錢 是的 金軟版清軟版都很值錢 他流傳了這麼多年 沒錯 所以如果你今天說 他看到是模仪版本 你不想要 你可以送給我 我絕對可以要 如果有金朝的 我真的不要給我 不要浪費 我們說回清明相學圖 你看到裡面 我們看它那個畫 剛剛說過 差不多成五米那麼長 五米二八 五米二八 它高有多高呢 大概是24.8公分 即是說 你一百間尺 我們現在說 三十cm的間尺 差不多一百間尺 那麼高 它裡面畫了什麼呢 有成二千幾個人物 真的很多 我們覺得清明相學圖 其中一個很驚人的一件事 或者我們很欣賞它 一個位置 就是它每一個人的神情 其實都很立體 你能夠分到是什麼人 這個才是難的 有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漫畫的習慣 有時候看漫畫 你會發現漫畫的人物 其實是越來越相似的 畫到後期那些 是分不出誰打誰 還有同一個人的手筆 都是會很相似的 就是畫的人物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看到清明相學圖裡面 其實人物的面目是幾不一樣的 最少那些衣服不同 還有它裡面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就是市民的生活 譬如說你打開清明相學圖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些市民在那裡工作 我最記得深入的就是 你走到畫族的 矮近中段的位置 就開始進入河道裡面 變河 那條河就叫變河 變良城裡面的河 那些河旁 你會見到一些牽膚 在拉著船 那些牽膚是什麼功能呢 就是其實我們走船的時候 順流當然沒有問題 很容易走 逆流就要找人拉過去 那些牽膚就是拉船 還有它要經過一些橋樑 傳說紅橋 變良城那條橋是可以打開的 因為有些船很高 很高 就變成不用拆橋 可以過到 但是這一樣的工藝才恐怖 是的 可能已經有了 其實宋朝的機關技術很成熟 還有你會發現 這個紅橋是拱形的 中間是沒有橋等的 是的 中國的橋 其實是其中一件事 為外界所欣賞和學習 就是拱形橋的力學園 我當然不懂得說 但是它可以做到 就是橋拱形的 下面是不需要橋樑 橋柱在那裡 橋樓在那裡 中間是可以走船的 是的 還可以打開 沒錯 所以清明上河圖裡面 我們剛剛初步帶大家進去 你都看到很多很棒的東西 其實你如果認真去看 還有很多東西 我想問一下 是清明上河圖 還是清明上河圖 其實有兩個說法 我覺得是上河的 就是一個動作 當然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就不特別去討論 但是我剛才打開 就是在做節目 打開那個圖去看的時候 我現在打開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幾次講波 講波的人 聽眾看不到波 我們就要形容給他們聽 波傳到那裡 怎樣轉向西 現在他們看不到圖 當然 如果你剛剛在電腦旁邊 手機旁邊 你就可以試試看 要不然 我們嘗試看 我們可否做得到 你會不會做完這集節目之後 開發下一個市場 就是做Podcast Podcast 專講畫 將古代的畫全部講一次 由頭講一次 對 但是大家聽的時候 就沒有畫 這樣就很厲害了 看看你形容得多少 我等你開一個節目 請我做這件事 好了 我們先講講 清明上河圖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位置 就叫做熊橋的部分 熊就是彩虹的熊 這個熊橋 我們剛才講過 它是一座拱形的橋 它由兩邊兩岸延伸 當然最大功能就是由一個岸 到另一個岸 你會看到 它能夠用我們中國傳統的造橋技術 中間是沒有一個橋椅 即是沒有一個橋柱 因為橋柱在那裡 就變成河相對來說要窄了 去過的船就不能過太大隻了 而且你會看到畫上面 那個橋上面 即是直接橋上面 你看到橋上面兩邊 是有一些小販 攤檔 有屋頂的 有屋頂 即是有一些很明顯 沒有屋頂那些 就不是固定攤檔 有屋頂那些是固定攤檔 那些固定攤檔 你會發現 它其實都會 旁邊有些市民 一直停下來去幫忙去買東西 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這條橋有很多人 這條橋有很多人 亦都說明了這條橋很闊 是呀 是呀 好像一條街一樣 整條街 如果你現在看 我現在目測 那條橋 應該打 只是說它闊度 十二三個人都可以 你計算一條數 我們一個人 通常我們一個肩頭位 大概是60至80cm 你自己繩一繩 其實這條橋就很闊 你還要計算一下 橋上面那些買賣 但是我們看得到就是 宋朝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就有很多這些 手工藝小販的人 為什麼呢 宋朝的變良城 其實是一個非常發達的城市 為什麼宋代會選擇 汴京作為首都 而不選其他原來的洛陽 長安做首都 原因就是因為變良城 有一條變良河 變良河能夠聯繫著 隨朝建立的運河系統 變成在不同地區的一些貨物 糧響 全部可以經過這些水運設施 運下來的 所以我們剛才見到 如果你看到洪橋的位 你看到洪橋下面 是有一條船在那裡 那條船應該是貨船來的 因為你看到上面有很多工人 在工作 會擠滿了東西 是的擠滿了東西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看到宋代的運輸系統 它那個物流的情況 變良正正好就是物流的中心 變良在哪個位置呢 就是今天的河南 我去過這個地方 我們都特別去過一個地方 它裡面 在河南那裡 有一個叫做清明上河園 它將整個清明上河圖還原了下去 那我們就可以進一個園區 很開心 很開心 我跟你說人都瘋了一天 是的 真的可以 它還原了洪橋和裡面的攤檔 還有那些表演雜耍 宋朝的表演雜耍 全部都在那裡 還有那些小食 在齊全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 如果通過關 大家都可以真的去試一下 是的很開心 這個真的要試一下 我們繼續說那條橋 你看到剛才說到那些小販 小販就是說 宋代很多人不需要再靠耕田賺食 可以靠做少少少買賣 做少買賣都要不買 為什麼那些人會買東西呢 你沒有錢就買不到東西 原來宋代有一些 一些有錢 他們叫閒人 真是這樣寫的 古書裡面寫閒人 閒人的階級 即是不用做的 他們有些錢 為什麼他們有些錢呢 很簡單 可能是因為他們家裡 搞一些小手工業 或者可能是做trading 做貿易 為什麼呢 原來宋代其實他的貿易很發達 他是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跟外國做生意的 所以有一群有錢的人 就可以有些閒錢去做一些消費 不需要消費券 他就消費了 還有你看到他上面很多人都會牽著一些好像馬的物體 看到嗎 其實那些不是馬 爐來的 爐來的 小小隻 小小隻 因為宋朝是特別喜歡 馬是很矜貴的 是 馬是來打仗的 宋朝打仗之所以經常輸給那些油木民族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是戰馬的踩馬區 變了他沒有辦法去打這一場 馬是很珍貴的一件事 你看到剛才說到他不是踩馬區 不是踩馬區 變了馬很珍貴 他就不可以隨便用馬去做這些東西 就是去拉車那些 是 很浪費的 所以於是他們就會用另一種生口去代替這個東西 叫爐 爐這種生口一來就變得粗生一點 容易養 另外就是什麼 宋朝的人覺得爐除了可以用來拉東西之外 還可以用來當食物 所以你今天見到河南的時候 有一道名菜 你特別留下 留下那個叫做爐肉火燒 就是吃爐仔肉 所以你會見到在宋朝來講已經形成了這件事 不過大家要記住 在宋朝其實最流行吃的肉 你猜都猜不到是吃什麼肉的 你猜一下 我們今天都會吃的 都會吃的 不是那些奇怪的東西 我還想猜下台肉 下台肉不會 下台肉不會 馬肉 不能吃的 馬肉真貴 那 雞鴨鵝 雞鴨鵝很基本 大型一點的生口 他吃羊肉 他不吃牛 因為牛是耕田 不可以吃的 牛和馬不能吃 牛不能吃 馬不能吃 豬又不會吃 你要記住 中國人吃豬的習慣 將豬當為家畜 生畜去養 其實在春秋戰的時期已經有了 即是先秦時期已經有了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吃呢 就是因為 豬有股酥味 他們解決不了 還有盛傳說吃豬不健康 但是現在中醫告訴你 吃豬就更正氣 是啊 所以以前的人 不同的說法 所以不要理會 他吃豬又不吃了 剩下來就吃羊 但是羊又很貴 不是每個人都給錢買 豬又太便宜 那些人又不肯吃 所以有時候會吃爐肉 我們繼續看紅橋附近 除了可以看到這些攤販之外 你也會看到很多一些小店 那些小店 你會留意 裡面有什麼小店 最多見的就是飲食的小店 有一些專家統計過 就是清明上河圖 和飲食相關的小店 差不多佔了一半數以上 哦 那裡面你會看到 有一些店舖寫著叫正店 正就是改正的正字 正確的正字 有些叫腳店 正店腳店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店舖的主店 那它就會將 譬如說可能是釀酒 它就會將酒 批給一些腳店 哦 是啊 經常看到腳店 腳店 如果不知道 那些人會以為 那是否幫人 按腳 按腳 抬腳 不是的 它就是一些 做一些小分店 你將來理解 那就是會做一些小買賣 那你見到 宋朝 他剛才我講過 就是說 宋朝是開始大家會出街吃飯 是 其實在宋朝之前 大家不習慣出街吃飯 通常就叫人回家吃飯 是 還有 他們說晚視禁堂吃禁堂朝 是 因為其實很快消禁 是 所以他們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 在外出街吃晚飯 但是宋朝不同 宋朝是很流行出街吃飯 很流行出街喝東西 他們在宋朝來講 在汴京城中間 有一個叫樊樓的地方 裡面就是 一座五座建築物 連在一起的大型建築群 這個建築群裡面 就是會有人喝東西 會有人搞娛樂 等等這些 那大家就會出去吃飯 還未吃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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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很晚才會燒禁 所以送到去 你可以說商業很繁榮 就是這個原因 是 所以只看清明上學圖 我想葉博可以講十三堂 好像大學 那些課程 不過我們時間不是很多 待會繼續回來再講一下 但我覺得 為什麼有這麼多條橋 然後我就要問一下葉博 究竟這幅我是不是看了一些假畫 或者人家模仿了某些部分 又畫得不像 為什麼那些橋和你剛才說的有些不同 因為清明上學圖 你會發覺 剛才說的 有人說上學圖 是沿著一條變兩河 一路走過去 而變河分兩邊 如果我們整個城市 只有一條橋過 就很嚴重 所以沿著有很多不同的大小橋樑 最重要大家會看就是中間那條的紅橋 我們講到清明上學圖 除了看這些橋之外 我們要看一些人 譬如說 我們看到 在城門附近 有一些人物在 我們其中 清明上學圖 城門附近的一個角落 你會看到一些官員在 我們看官員要看些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 我們很喜歡看的就是他的官服 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 我最近有一套電視劇 都不是最近 都播了一兩年 都可以說因為播了一輪 下了話很久 叫做清平樂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清平樂 就是還原宋朝的一些故事 那些人就穿上宋朝的衣服 你會看到其實宋朝的官員 他的頂帽很特別 他的頂帽上面 有兩支很長的 好像一兩條條 條狀的物體 在帽子兩邊 知道有什麼用嗎 伸出來很厲害 他不是普通的長度 他的長度差不多 凸出過我們的肩膀 比肩膀長 那不是經常撞到東西嗎 經常撞到東西 那為什麼這麼麻煩 那些官員都要這樣穿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身體接觸 大家害怕是不是 因為太近距離 容易有COVID-19 對 有疫症 不是的 原來那時候 那些官員 經常嘶嘶嘶語 自己小聲說話 說一些是非不喜歡 覺得他們聊得太厲害 所以就設計了頂頂的官母 他一說話的時候 就發到旁邊那個 所以他們又不說 不說 或者說大聲一點 你說大聲一點 我聽完 你一起聊 所以其實都我覺得 是挺過癮的 看官員的服飾 那大家如果真的 對宋代的 一些妝容官員 就是那些服飾 是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B字頭的 一些視頻網站 那裡面有一些人 是會專門穿上 宋代的衣服 還有最過癮的是什麼 是化回宋代的妝 嘩 怎麼知道妝是怎樣 因為有些古書會說 譬如說 女性喜歡梳 一個怎樣的計 墮馬計 那些 然後喜歡加一些花田 或者可能耳珠裡面 會摧一些耳環 當然 你不要預期別人就百分之百 你會不會搞一個宋代派對 大家一起穿 因為你是鐵粉 你和大家先補習堂 宋代的人的服飾 化妝應該是怎樣 然後就給大家一個月去做衣服 然後大家就來參加派對 就要假裝是宋代人 搞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靠你去找一些賺助 大陸 不少錢 可能那個人不肯參加 是因為要自己做衣服 做衣服 又要穿他的化妝品 又要有他的頭飾 宋代的頭飾很棒 例如一種叫金步窯 是甚麼來的 就是一枝雞 雞下面就有一些水水 下來的 一邊走的時候 那些黃金 化化有聲之餘 還有很有視覺感 所以其實你不容易 剛才說官員 你會見到在畫裡面 還有一些人在做雜耍 我當日去到清明上河園 那個園區裡面 他都會有一些人表演 是很過癮的 他的園區表演 是表演甚麼呢 就是會有人玩 就是套火 甚麼是套火呢 其中一種就是 當然拿著火把 他可以塞進口裡 然後套出來 又不傷自己 套出來 還有一個我最覺得 最匪夷所思的是甚麼 他會將一些 類似一些異然品 它是很過癮的 我不知道是火酒 還是真正的酒精 高濃度的酒精 它是可以 我們就這樣含在口裡 套一些酒精 在火把裡的時候 那些火就會散出去 這個不難 才過了 他可以將異然品 吞進去之後 跟你聊天 跟你聊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間就令到 那樣東西套出來 然後噴出去 即是感覺上 這種雜勢是挺過癮的 還有他還有很多 比如說踩高橋 這些基本有 我特別要講這個位置 就是甚麼 我在《清明尚學圖》裏面 都見到類似的一些 表演藝人 這些表演藝人 其實在宋代 是特別流行的 我們說 因為宋代有一批人 其實他有錢的 我們根據一些 比如說東京夢華錄裏面的記載 那批人是有錢到甚麼地步 早上起床 找不到工作 想想怎樣打發時間 他們會怎樣做 到處去看電影 宋代是流行看電影 真的會有人去表演一些戲劇 然後你去看 或者可能是甚麼 走去聽說書 宋代有流行說書 甚至乎剛才所說的 雜耍也有人看 所以你看到 宋代的時候 其實他們本身的商業 或者娛樂事業 其實都非常豐富 我們不用說太遠 今天我們講的宋詞 宋詞本來就是一種娛樂事業的表現 為甚麼會有這種娛樂事業 就是剛才講過 你會在清明上學圖 你會見到很多飲食的場所 以前的人 我們現在去吃飯 很多時候都說 不如開著部電視 叫我走 有些聲音 有些人就說 吃飯不要看 或者有些人就看手機 總之 總之我們都是 只吃其實很寡 很安靜 或者我們這樣想 去酒吧的時候 可能有些樂隊表演一下 其實都很開心 你不是真的想聽 有些氣氛 宋代都是這樣的 他們的娛樂是怎樣 有些人就會拿著琵琶唱歌 唱歌 可能一開始 好像我們拿吉他 拿吉他 就是那些樂隊 但是士大夫的玩法是甚麼 我們現在的玩法 可能跟你一起哼多兩句 懂得唱的一起唱 但是以前的人不同 就是我聽著你的曲 大概我知道這首曲是怎樣 我就根據我今天的心情 現在的飲宴狀況是怎樣 我立刻填詞 那些人那麼有文彩 是啊 立刻填詞就給他唱 有些玩得厲害些 又怎樣 還有曲 但是填詞是基本動作 很有才華 很有才華 所以宋詞怎麼來就是 填出來的詞就是宋詞 由於他是宋代做的曲子詞 所以他就叫做宋詞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真的今天有機會 可以回到宋朝的話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要代定這些寶貝 就是你起碼作兩三首流行曲的詞 如果不是你出街喝東西的時候 你的朋友跟你聊天 你沒有話題好語 還說想要穿越去宋代 去到應付不了 去到丟架 然後你去到宋代的時候 我剛才說過就是一個市民文化 就是市集 就是一個城市文化 商業文化很茂盛 其實你看到清明尚學圖 我們看到最多的是什麼 那些人擺攤檔 有些攤檔有些是賣藥的 有些賣眼藥的也有 賣一些羊肉店也有 我剛才說過羊肉店 羊肉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食物 所以羊肉店在清明尚學圖裏面出現 也都反映了這一種歷史文化 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在變良城裏面 能夠吃羊肉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比較上流的 甚至乎吃不到肉 但是你見到那個吃羊肉 是他們自己本身的潮流 他們的封上 還有你見到圖裏面還有一些 一些遊走的人 上士那些 你又看得到的 還有你會見到有很多的豬仔雞仔 所以總的來說 然後我們看著清明尚學圖 我們就好像回到宋代 這樣看一個宋代風情畫 我們以前有一個節目叫日本風情畫 它叫宋代風情畫 即是你看一天都看不完 譬如你假設有部房本的話 你逐一刻看看 只有橋上那麼多人 和那麼多攤檔 一條橋都要看 所以我現在看的時候 和學生看 我還會玩什麼 我有真正的宋代錢幣 我拿出來和他們一起去 摸這些宋代錢幣 其實現在很多網上的人 分析這幅圖 有些還會說 這棵樹下有個男人這麼奇怪 這裡又有個女士在做什麼 所以可以再看 雖然它是一幅靜子畫 但就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沒錯 很多人的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聽完之後有興趣 你有沒有留意過清明尚學圖的細節 可以找回一幅房本 又或者上網 又或者趁著有展覽的時候 就要看一看 今天我們又講到這裡 謝謝葉德平哥師 助你自在、自學、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